而美国驻中国大使提名人博恩斯 出席了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人事听证会 他也表示这个共机频频扰台令人反感 所以强化台湾防御中国入侵的能力 应该是美方的优先事项 伯恩斯强调他在1997年 见证了香港主权移交 不过事后却看到中国违背了当年的承诺 美国不能够相信北京会履行在台湾议题上的承诺 所以美国必须要协助台湾 强化不对称战力